在今年就上個月 上個禮拜 耶誕節之前 美國鐵路超速出軌 導致了三死遇百傷 我們看這事情怎麼發生 我們第一個看這個新聞 就想到美國好萊塢的電影 叫做殺不住 因為一個高速的轉彎 它衝出去 所以我們看到 美國鐵路出軌 三死遇百傷 是不是美國的基礎建設不夠 鐵路投資不足 導致了鐵路出軌意外 可是我們看到 這個出軌問題 是一個載客列車 在彎道的路段沒有減速 限速48公里 可是這個駕駛封了 開到128公里 觀眾朋友 注意 這個火車出軌 並不是因為鐵路出問題 而是有一個笨蛋的駕駛 無限的把煞車當油門硬踩 當然火車是用手控制 亂轉 所以到底是駕駛的訓練 跟智力有問題 還是美國的基礎建設不足 觀眾朋友注意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基礎建設 到底是基礎建設不足 還是美國人其實很笨 連火車都不會開 好 這個例子不夠說服你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就是美國海軍在今年以來的碰碰船事件 從5月9號 包括飛彈巡洋艦跟漁船相撞 包括1月31號 這個飛彈巡洋艦在東京苛潛 包括6月17號 它的驅逐艦在日本外海 跟一個貨輪碰撞 包括8月21號在 馬六甲海峽跟貨輪相撞 美國的海軍的軍艦 什麼陣列式的方針 什麼雷達 各種 搜尋什麼武器都可以 撞漁船 擱淺 撞貨輪 觀眾朋友 我們先提到 美國的軍事武器很爛 你相信嗎 一點都不爛 美國基礎建設真的有爛嗎 不見得 真正的問題是美國人的問題 不是美國的問題 怎麼開船的 怎麼開火車的 我要請教一下 運老師 笨蛋問題在經濟 這是二載之後 他們進行恐慌 可是現在美國問題是 笨蛋 問題在笨蛋太多 所以運老師 我們會想 到底美國是基礎建設不夠 還是從這個撞船事件 再看到鐵路出軌事件 問題在笨蛋 而不是問題在基建 您的解讀 這個講起來非常諷刺 因為這個上個禮拜 這個火車 它發生的事故的事件 它是因為速度過快 人家的這個速限是30m 30英里 結果它開了80英里 人家應該減速 它加速 結果後來它從它這個鐵軌 剛好不偏不倚 這個吊在一個高速公路上面 這個還得了 光是大型的貨車 就來了兩輛 直接就是上去了 剩下的小客車更是不盡其處 當場就死了三個人 美國的急救措施很好 而且美國發揮了民間的力量 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 就直接從車廂跳出來 救火車上人 這火車一共才載了70多個人 結果受傷的人 送到醫院去的 大概就有60多個人 非常危險 公共注意 這火車超過7級 所以基本上 光是你去除 其實每列車上面 可能坐不到10個人 光是你要注意重點 我今天把美國的 條例行動建好 這一次出軌的火車 每列車不會超過10個人 10個人什麼概念 光是你有沒有坐過10點半 台北的捷運 甚至平常白天高雄的捷運 一列車隨便也超過10個人 代表美國的鐵路 基本上沒人坐 根本沒人坐 還好沒人坐 如果很多人的話 像印度一樣 擠得滿滿的話 起碼死350人 我跟你講 最好笑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剛剛講基礎建設 這是一個新的路線 從西雅圖到波特蘭去 就是在華盛頓州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是這個車子裡頭 它的開車的 旁邊還有一個人 教他怎麼開火車的人 在裡頭管著 結果兩個人的話 那個人教他減速 結果他加速 還有一件事情是 他當時這個車子已經裝了一種 降低速度的一種自動器具 自動煞車 裝完了自動煞車 但是還沒開始運作 但是這個開車的這個人 他不會用這件事情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說我直接坦白講 其實我們哲學裡有個概念 叫naturalization 就是一個自然化的過程 就是說人本身有一種能力 會把我們周遭所提供的便利 久而久之當成自然的一部分 比如說我現在沒有手機 我突然感覺到生活中失去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斷了個手一樣 沒有手機我們就失去安全感 對 失去安全感 我有一次掉了手機以後 突然感覺到不得了 面色發白 流冷汗 心機不得了 但是三分鐘以後我想說 這不是好事嗎 我回到自然了 我開始發揮我的記憶力 記住這個號碼 想辦法想起來 後來我發覺 有手機的實在 再久一段時間 我連記憶力都沒了 然後我就變笨了 那美國本身 這個naturalization的意思就是說 把美國提供的各式各樣的 很進步的科技 這個進步 你得享受這個進步之餘 你把這個進步的環境 當成自然以後 哇 不得了 你人就退步了 你的記憶力衰退了 你的操縱的時間需要比較長久了 你的反應變得緩慢了 像美國這次最嚴重的事情 這是2017年的紀錄 這份撞船的事件一大堆 這是我們看到的 而且美國後來火大了 把整個太平洋艦隊勢力都調走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船不是不進步 他現在不進步的是開船的人 就老是把船都撞到別人去了 所以上一次你做這個節目 你還講說 美國的雷達到底有沒有問題 對面就那個龐然巨物 在新加坡的時候 撞到一輛貨輪 那個貨輪你用肉眼都看到了 他越來越看到 所以就是我們昨天的專題 我們昨天講架古文 講天人和音的感應 就是這個我們 其實跟自然界的相處 出現大問題 觀眾朋友 這些開船的 用眼睛都看到貨輪在前面了 可是他相信雷達 你知道嗎 一個是用眼睛 你親眼所見的 不相信 觀察雷達 雷達說沒有 眼睛看到了 雷達說沒有 雷達說沒有 就沒有 觀眾朋友 你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嗎 所以現在美國的問題 不是基礎建設夠不夠 是美國人出問題 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一個真正的一個 哲學的概念 就是人如果跟自然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要發覺 比如說我們到了原住民 到了山上看 他們跟他們的牛在一起的時候 或跟他們的狗在一起 他們那個狗抱在一起 滾在一起 就沒有怕不怕 你咬我 我咬你的問題 我們文明人的話 一下看到那個狗長得這麼大 尤其是到了藏區 西藏的區域 那狗特別大 那個牦牛的話 看起來特別凶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跟自然的話 我們會反過來認為 他們不自然 因為他們活在不文明的社會 那我們把文明當自然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自然界的 那個英文叫Sensitivity 就是那種敏感度完全下降 那現在的話 寧可相信機器 不相信自己的自然判斷 所以說孔子說得好 君子不棄 君子不棄 就是說君子對於用這個事情的時候 不要把這個器具 只當成自己的限制 反而應該要讓 因為有這個器具的便利性 讓我們能夠更了解這個自然 這是我們人活的應該存在的道理 可是美國現在出現的一個問題是 他把問題完全搞偏了 因為美國人現在的話 就是加強基礎建設 加強基礎建設的目的就是要找錢 找錢的話就是減稅 減稅就是沒錢 沒錢以後 現在說要搞這個 美國的火車叫Amtrak 其實是很落後 我曾經從芝加哥到米爾瓦基去 做Amtrak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 還要幹嘛 還要按鈴 告訴大家火車來了 想起來 在台灣好像都是在看電影 就是童年往事才看得到電影 但還有這種東西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現在Amtrak講說 我們要把所有的火車 同時裝上了這種 自動煞車器的話 要220億美金 美國的社會又貴 美國又在減稅 美國又缺錢 然後要搞基礎建設 這整個邏輯有一點不通 最大的問題是 所有的人在使用這些器具的時候 他慢慢他的能力 下降的時候渾然不知 所以這次發生的事情是運氣很好 因為車子 美國的火車沒生意 如果坐得滿滿的像印度一樣 那是不可收拾 不堪設想 請問老師 我們要討論問題 就是說我們從 一開始從川普的基礎建設 看到這個10月18號的 美國鐵路出軌 看到今年以來 美國全球最強的海軍 出現一些不可思議的海洋事故 其實我們就回想自己 其實我們每天在往前走 其實有時候該停下來 你知道嗎 甚至往後走這種進步 你相信你的眼睛 會比相信你的手機 相信一些虛擬世界 來得更重要 所以我們不斷的買更貴的手機 買更好的一些硬體設備 可是事實上得不到真實的意義 或真實的感情 這個 我跟你講 師傅 你說得非常對 這個就是說 在現代的社會中 哲學這個學問 不是我替我自己做賣的西瓜說廣告 它確實是有一個道理 因為哲學裡面會追求 大家要了解 我們內心的世界中要的道理是什麼 你得想一想 因為你追求外在的物質 就是進入了那個商業化的圈套 他當然要想盡辦法刺激你 對不對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iPhone10了 過兩天iPhone11 12出來了 顏色不行的話 來了個彩虹色 來了個金黃色 各式各樣的顏色 你一直受到這個刺激 久而久之 你一個人看到手機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已經完全被這個機器控制的時候 你的生存的意義跟價值 都會打上一個大溫號 現代人的社會當中 如果說 我覺得美國人還好一點 美國人雖然生活過得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依賴器具很多 但是他們還有個宗教 他們基本上鄉下人 越鄉下人越信教 在心裡上還有一點滿足 像我們這種城市人 都市人 現代文明人 如果都是一直不停的靠消費 購物 然後靠到那種新奇 告訴別人我有個新手機 這種方式來炫耀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上的空虛 確實是面臨了 整個當代社會一大問題 外民哥我們看到 其實從這個基礎建設 看到美國火車的意外 看到美國海券意外 我們並不是說美國不好 其實我們也是一樣 包括你看比特幣 包括特斯拉 其實就是一樣 肉眼能及的 你不相信 你反而相信虛幻的謊言 跟不實的一些報告 所以很怪 這個明明是一個大轉彎 你不會開火車的人 你都看到這個彎道在那邊 你最起碼減速 它反而是加速 它覺得可以衝得過去 你知道嗎 它當雲霄飛車 所以美國為什麼 最近迪士尼大漲 你知道嗎 因為發現美國火車 可能需要迪士尼來蓋 因為迪士尼的雲霄飛車 意外很少 請迪士尼來經營美國的火車 或鐵路信頭 可能相對安全更多更多 所以這個世界很妙 所以我們在投資的語言當中 結果我們有去想想 你用肉眼相信 大力光真的值6000塊錢嗎 台積電真的值了230塊錢嗎 比特幣拉到2萬塊 有這個價值嗎 其實你從肉眼去觀察 都不相信 可是你會閉上你的眼睛 開始聽金錢報 開始聽各種各種的報告 開始做出判斷 怎麼觀察 這樣子看 我覺得世光講得很有道理 美國深圳市人出了問題 這個最大的一個問題人物 就是川普 川普說這個2018是 美國的基礎建設元年 我覺得這個話就是鬼話 因為為什麼 川普基本上是保守主義 自由經濟 右派的這個 或者共和黨典型的代表人 對 政府投資擴大基礎建設 基本上是違背 是新自由主義的這種基本理念 美國的傳統是基礎建設 大部分都是由民間所投資的 民間投資基礎建設 就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效率會比較差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美國這個歷史上最有名的 或者最早的一個 重大的基礎建設 就是從芝加哥到紐約的 叫伊利運河 這個運河在美國沒有獨立之前 1699年荷蘭人就提出來了 但是從講到開始做 大概花了100年時間 一直到美國獨立 1798年以後 才正式開始動工 總長度對不對 就是580英里 你想想看 這個水洋地對不對 蓋這個大運河 就是一個晚上就決定了 那個時候就不是講究所謂自由經濟 那種國家來主導這個事情 所以美國這個基礎建設 最發達的時期 大概就是羅斯福新政 他當了三任總統 在他任內扣除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真的是 某足的境對不對 蓋了一堆這個蚊子館 或是蚊子機場 但這個對美國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比如說這個羅斯福新政時代 蓋了1000個機場 美國那時候哪有那麼多飛機 但是因為有了機場以後 大家發覺機場不用白不用 就開始去造飛機 美國的航空工業 就這樣子帶動起來了 所以基礎建設的外溢效果 其實是要靠時間要去醞釀 我補充一下 王明哥我們就觀察 其實我們不說美國好不好 或中國大陸好不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講的是 這個世界現有兩種的價值觀在競爭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美國有美國的優點 包括它的自由競爭 跟它的市場機制非常的完美 金融效率的之高 美國人對於品牌的營造之強 這是美國的優勢 那中國的優勢就是社會主義 國家的資本主義力量 但我們現在的判斷就是 美國應該繼續做它的事情 中國繼續做它的事情 這兩個交叉點就變怪了 但是這個就很大的問題 就是大家知道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川普發布了 他上任以來的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他自己講這叫 新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新時代這個詞就明顯地 去學習近平十九大 因為十九大是講說 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他認為對不對 大陸有個新時代 我也要有個新時代 但是他對這個新時代 國家安全戰略這個書裡面 報告裡頭 他強調的是競爭不是合作 這個是跟歐巴馬前一段時間 很不一樣的 大家如果回憶一下 歐巴馬認為中國大陸 超越美國的經濟 已經勢不可擋了 他自己都承認了 所以歐巴馬在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試著 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個大國關係 但是川普上來以後 尤其共和黨這個基本交易派的人 是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的 所以在這個壓力之下 他提出我要擴大基礎建設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他在理念上 他在執行能力上 尤其他講小政府 你要擴大基礎建設 你小政府怎麼可能去執行起來 但是基礎建設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 我跟大家看一件事情 唐代有一個詩人 叫做編賽事人陳生他寫了一首詩 裡面提到當時唐代的高速公路 是怎麼玩法 是 唐代有高速公路 一億過一億 是 然後意棋如心流 就是說一戰接著一戰 騎著一馬的人對不對 速度跟流星一樣 平民發咸陽募集龍山頭 就是早上的時候從咸陽城出發 下午的時候就到了甘肅的梁州 也差不多就現在甘肅的藍州 藏意這一帶的地方 你就曉得這個速度還真的是不慢 你按照現在的速度來講 大概也有三四百公里 起碼一天就騎得這麼遠 那個真是不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要國家要有良好的驛戰制度 所以唐朝陸地驛戰有1300多個 水上的驛戰有1600多個 加起來將近4000個驛戰 第二個 這個道路系統要非常的良好 馬車上面跑的時候 他才能夠進行的這種奔馳 所以唐朝有規定 這個郡以上的行政機關 你對外道路一定要有八條 就是這個東西南北 這個西北 東北 這個東南 西南 一定 這是一個基本的規格 觀眾朋友這種古代的高速公路很複雜 他不是把路鋪平 他要有馬的廁所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馬的廁所 你就要發生一個恐怖的故事 觀眾朋友畫面出來了 每匹馬都在跑到一半大便 觀眾朋友每一匹馬都幹這個事情 觀眾朋友跑久了滿路都大便 後面馬跑跑發生的事情 大便會往後飛 你站在丁萬明後面那隻馬 你會滿臉大便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基本上你不要說高速公路馬跑很快 馬要有廁所你知道嗎 每30里要有個驛站嘛 驛站就是給人跟馬大便 對 人下來 馬路上都大便 我跟你講就很恐怖 我在丁萬明後面我滿臉大便 丁萬明那隻馬 踢出來的 岳老師在我後面 岳老師滿臉大便 楊世光這一馬踢出來 所以高速公路不是鋪平就好 其實很複雜的系統 你這個發達的基礎建設 一定可以帶動經濟發展 是 這個新唐書那個食貨制裡面 他就有提到了 這個塵安城附近的國道是什麼情況 這個道路烈士 道路兩邊都是商店 這個聚酒食以待行人 都準備了酒還有食物對不對 休息站的概念 準備接待行人做生意 然後這個店有翼驢 因為為什麼馬比較貴 比較不好養 所以有出租這個叫翼驢 那個時候幾乎就已經類似 現在的出租車公司的那種情況 Uber就有了 對 然後行千里不辭此兵 這句話非常重要 什麼意思 就是你走了一千多里 從長安走到洛陽這個地方 這麼長的路 你可以不帶任何兵器 表示什麼 交通 這個經濟繁榮 治安良好 對 這個美國你只要稍微 玩遠一點的 走遠一點的地方 到了鄉下 你如果不帶把槍的話 你都會覺得走路不安全 我有一年到美國去 真的是到田納西的那個鄉下 半夜去投訴那個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的主人對不對 要來接待我們 他都不敢開門你知道 隔了一個小窗子對不對 然後跟你伴手去把鑰匙給你 又怕你對不對 是不是竟然要搶的你知道嗎 這個表示第一個 人煙稀少 經濟非常落後 那個時候長安到洛陽之間對不對 可以行千里不辭此兵 你就表示他經濟非常的發達 國道繁榮 這個警察很多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一個什麼情況 這個當時有一本書叫做 開源儀式 裡面有提到一個現象 叫做歇馬杯 就是馬停下來對不對 喝得酒 他講這個長安自 這個昭映縣自都門 就是從長安西出以後對不對 到洛陽這個地方 關到左右春店之名 這個當大陸嗜酒 這些路兩邊的老百姓跟村莊 都在路邊在賣酒 然後量前數 這個多少飲食 就是看給多少錢 就跟你喝多少酒 但是也有人為了這個促銷對不對 亦有私者與行人解罰 就是也有用送的 就是你只要來促電 你就可以免費喝酒 類似這種情況對不對 這個故路人好為什麼 這個歇馬杯 就是馬休息的地方 我們要喝酒的時候 叫做歇馬杯 這些都形容發達的交通 帶動對地區經濟發展繁榮的重要性 川普知不知道這個道理 我相信美國的很多經濟學家 都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美國就一直長期在經濟左右路線 這個人主義還有國家主義之間 在這邊天人交戰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 按照如果川普的這種想法的話 其實最好的方式 找他有錢人 一起來投資公共建設 其實川普的做法 不是要叫海外的美國工廠 回到美國去投資 他應該叫美國的有錢人 逼他們投資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好了以後 竹草隱縫 當初大陸上發展這個產業 不也是這個道路嗎 但是就跟這個世關剛剛講的 也跟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人出了問題 制定的政策就會有問題 袁老師到底人問題 還是基礎建設問題 還是錢問題 人問題 錢問題 這問題是優先順序 在美國來講 絕對沒有什麼基礎建設的問題 就是說你們這個政策的爭執 因為美國確實是有關於是 到底是透過國家的力量 來推動基礎建設 還是透過私人的力量 推動基礎建設 他們是爭議不休的 但是基本上 美國人的思維狀態是認為 盡量是用私人的力量來推動建設 所以你到了美國 只要是私人的餐廳 私人的旅館 私人的遊樂設施 都都是非常完美的 我講就是迪斯特派公司來包 私人的高速公路也是非常完美 但是一旦的話 是屬於公家使用 美國的高速公路是不收費的 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歐洲高速公路是收費的 對不對 所以說是大家 因為美國高速公路有錢不收費 所產生的結果 就是現在國家該有的基礎建設 越來越差 越來越破爛 你在美國開車的時候 那高速公路都嘟嘟嘟嘟嘟的 對不對 這種感覺 所以說現在的整個問題來講 是美國一方面在器具上 一直追求進步 另外一方面的話 在國家的建設上來講 又要鼓勵私人投資 但是私人投資是因為利益 而參與投資 那你現在搞這個路上來講的話 你到了美國南部的幾州 根本沒有幾個人 說火車上 誰要開這種火車公司 每一個車廂平起來 一共七個人 大概就十來個人 一共一個車廂可以坐 一個車廂應該可以坐一百三四十個人 不止 對 如果一個座位 你擠兩三個人 那就不止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講起來的話 對於美國來講 它確實是陷入了目前為止 它固有的國家發展路線的一個轉變 好 我們從這個美國的稅改 一改到基礎建設 到底美國的方向怎麼走 是越來越右 越來越自由主義 從稅改看起來是這樣 從一改看起來這樣 可是基礎建設一旦啟動 那到底民間會不會響應 川普的一個投資計畫 還是逼迫美國必須向左 用國家力量來開始發動 美國最重要的經濟發展的疫情 我們可以送一旦